中国四川盘地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 西伦青藏高原是中国四大盘地之一 最居住四川省绝大部分人口 城市包括重庆、成都、洛山、绵羊等 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绸密的地区之一 四川盘地由山脈环绕连结而成 四围山脈高度海拔1000至3000米 盘地中央海拔400至800米 属于亚热带、贵风性、湿润气候 长江的几大支流 文江、陀江、嘉宁江 都在四川盘地内 沿西北往东南方向注入长江 由于四川省大部分地区是四面环山的盘地地形 大江河流贯通其中 所以潜藏严重洪水之患的威胁 2012年7月5日连续的强降雨 令四川盘地东北部的嘉宁江中上游 发生严重的洪澳灾害 受得大暴雨及洪风过境 达州市惨变汪洋 四川曼园遭洪水围困城沽岛 2012年7月20日晚 四川盘地中西部出现一次强降雨天气 令四川多条河流出现大洪水 累计降雨超过100毫米的有38圆和87观察闭 倒塌房屋6400间 死亡8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31.95千公顷 公路中段29条次 其后7月21日晚 四川省牢州市 突降暴雨 地区降雨量甚至达150至200毫米 在牢州八年气象历史上创造了雨量最大 持续时间最久的新记录 著名牢州老教旅游区 共1573教池被洪水部分掩浸 2012年7月24日 四川牢州积租五十年一遇 特大洪水 牢州所有沿岗建设都全均覆没 甚至洪水将一些江河的食人鱼 涌入民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